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姨本叫阿比 目前在妙街附近公厕摆摊做占卜师 一头短发 身色长袖衫配上黑色牛仔裤和昔日侠依形象落差太大 即使是电影粉丝路过摊位也认不出 阿比受访时表示 当年拍完喜剧之王 没有延续侠依身份闯荡演艺圈 选择做回自己 他做过保险 金融 饮食 制衣 导游 甚至司机都做过 因本身对风水命里感兴趣 便跟师傅学习 那时师姐的一个建议 令她的事业扭转乾坤 他常说你可以说我不准 但不可以说我骗你 她回忆 当时有位师姐见我保险工作做得不开心 便叫我的师傅在妙街摊位 帮她多摆张桌子 当起塔罗牌粘补时 当初我只是兼职白天上班 晚上摆摊 而她的摊位刚好就在公厕外 恶臭难党 阿比回忆 有次一位太太要阿比到酒店帮她粘补 这位太太问我 会不会八字批命 当时我不知哪来的胆量说会 就这样这位太太 当了我做命里的第一个客人 之后我就在商场租店铺做命里 摊子就做塔罗粘补 她表示来求助的客人 大都有不能说的秘密 不能跟朋友 家人 同时说 只有跟自己这个陌生人说 大部分客人 清潭完都舒服不少 好像心理治疗 当然我不可能百分之百认同 好像有的客人是小三 有的有婚外情 她们都不能跟别人说 感觉就像廉价心理治疗师 那时有没有人 认出自己就是侠疑 阿比教说 当然有 但我不认 我说那个不是我啦 为何不用侠疑这块招牌 她表示自己已经脱离这个角色了 我说的就是好 这块招牌 她说我 看不见 她说我说 这块招牌 我说你什么时候 这块招牌 她说她说好吧 你知道吗 我说我说你们这块招牌 我说她说我那样 这个朋友 这块招牌 我说你怎么不说我 这块招牌 我说我说你 这块招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